农历2月19号是佛教界的重要节日 这一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 日前南加州的圣基寺 在寺内的大雄宝殿 隆重举行庆祝南国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 礼赞观音菩萨聆听世间众生的苦声 并且施予慈悲与帮助 以法会进行礼赞供佛 农历2月19日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 是佛教界的重要节日 为了庆祝这一特殊的节日 南加州的圣基寺 3月10日于其大雄宝殿 隆重举行庆祝南魔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 由世界佛教总部圣基寺 华藏寺以及圣格讲堂联合举办 并特别离请华藏寺 助持经扣一段圣德若会如尊主法 在圣格讲堂助持觉会法师等高僧及僧众们 带领下恭送南魔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聚心佛前打共以法会礼赞共佛 南魔观世音菩萨原始古佛如来 为了救度众生 道价慈航而视线菩萨之身 运用圆满的智慧 慈悲的帮助众生脱离苦海 被尊称为师无畏者 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今天借这个法会 我们希望让更多人认识 感受到南魔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和慈悲 学习佛菩萨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对象 法会当天圣祭寺内外坐无虚席 灯烛辉煌香烟缭绕 法会当天有当地居民 以及来自不同地区的佛教徒参加 许多信徒也纷纷表示 参加法会觉得十分的发喜 感受到那种佛菩萨的加持力 那我觉得说一些事情都觉得很顺利 然后心里也更平静 做事情的话也能够更顺心更顺手 学佛了以后就知道佛菩萨无所不在 一直在保护我们 保护众生 庇佑众生 所以根本不会对什么疫情感到惶恐啊 或是害怕 对 也知道说如果有灾难来的话 就可以消除 圣祭寺为世界佛教总部直属寺庙 世界佛教教皇拿摩第三世多结羌佛 曾在圣祭寺大雄宝殿 主持了多场十量敬险的圣议大法会 传授上乘的佛法 圣祭寺除了大雄宝殿之外 还设有燃灯古佛殿与观音圣殿 燃灯古佛殿是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 说法的借心经说真谛 经典首发圣议加持法会的现场 在唱诵观世音佛萨法 普门品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佛菩萨在加持我一样 让我业障消除 我的内心很平静 很喜悦 我每年以来这边点光明灯 让家里能够得到健康 圣祭寺是一座展显非常多 十量佛法圣祭的正法佛寺 欢迎十方善信来圣祭寺礼佛 参与法会 共沾法义 天下卫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